连上晚选择宣布参选台北市长的地点台北圆环 在日治时期是大道成重要的地标 还曾经一度是台北的经济文化中心 但在东区逐渐发展之后圆环也没落了 虽然前几任市长有提出轴线翻转的计划 将圆环重新打造 但是成效不张 到现在还是当地居民心中的痛 泛黄的老照片承载着老台北人的儿时记忆 1908年就成型的台北建成圆环 是日治时期台北重要的小吃夜市 长久以来都是最著名的地标 时过境迁当年的老圆环 遭到两次注容吞噬后摇身一变 成了设有大型LED电视墙的现代建筑 科技感十足 昔日风华却已经不再 天常因为你去看它的现状 不中不西 不古不经 把当初圆环的原味 原始的味道 通通都打散了 2002年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 提出轴线翻转 再造西区 推动老城市更新 耗资两亿兴建今天的台北圆环 但原先的老店家大多自立门户 不再进驻 长期亏损下 2006年圆环还一度歇业 过了三年才重新开张 盖了新了以后 反而人寝位都不见了 所以这边有城隍庙 然后有这些古迹 可以串联这些古老的文化 然后把这个地方带起来 委外经营的观光营运模式 似乎不适合台北圆环 身为大道成的重要腹地 当年带动当地繁荣 造就历史文化价值 如今打造商业模式失败 由于参选台北市长的律师 顾立雄建议 倒不如拆掉改工园 无论圆环要建工园 还是重振经济 如何让大同区风华再现 都成了下一任台北市长 不能逃避的课题 优电TV前子民陈鱼硕 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